露营可以说是近期最火爆的一个话题了 可能大家在职场上都卷泪了 所以在这种周末我们可能会逃离钢筋水泥的城市 来到这种郊外来探想新的生活方式 放空以下自己 我们一行人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只有短短一天的行程 但是我们已经把后面的台齐骏的后背箱上的满满当当了 有凳子 椅子 甚至那边还有一个家伙把扭牌带起来尖了 你说够不够分 似乎大家都很享受这种与大志然相处的感觉吧 此行的座驾是身边这台全新齐骏 近期很火爆的一台车型 当然选择这一台车型真的不是想趁它的热度了 而是因为我们真的想从最日常的使用场景去体验 去感受这一台日常投入最大的全新产品 动力层面 这一代齐骏搭载了最新的1.5T动力 拥有VC Turbo可变压缩笔 高压钢类子喷 第二代涂层钢体融色等十项新技术 很好的平衡了性能与燃油经济性之间的矛盾 中和百公里六升的油耗对于这个体积的车型来说是相当省的 204匹的最大马力与300牛米的最大扭矩放在这个级别中也是相当有优势的 我们今天走高速过来四个人 装满了行李 110公里之后的提速还是非常有劲的 完全没有想象中那种小排链动力光吼不足的情况 因为它的转速攀升得很快 可以随时压架出300牛米的最大扭矩 整个动力的积极性给到了我很强的好感 高速行驶我认为整个NVH的控制也是相当到位的 行驶质感我认为是要胜过CRV Watt4的 一方面它全系标配了ANC主动降噪功能 能够很好的抑制车外的胎噪和风噪 整个精密性是非常不错的 另一方面这一代旗骏采用了一个偏舒适化的底盘调教 悬挂的初段能够很好的化解高速度的一些接缝 后段又能保留一些硬朗的感觉 就是让你感受到这个车有动态的 不像一艘船一样晃游 当然啦 如果你要问我这台旗骏有没有驾驶乐趣的话 我说有 你也觉得我是骗人的是不是 不过这一代旗骏还是通过一些细节来提升它的架控感 譬如它的CVT变速箱拥有8.2比1的高变速比范围 同时它还给你配备了换挡拨片 可以为你模拟出类似AT变速箱那种循序渐进的提速感 不过在这这么一般老友 最不需要的就是驾驶乐趣 安全舒适到达这片这么美的地方才是最重要的 开启了增强版的Propilot L2辅助驾驶系统 它集成了一个ACC 车道保持车道修正 预碰撞刹车等系列的功能吧 跑高速是非常好用的 我只要这样子盯着 坐着等着下高速就OK了 这次的露营地是大家很熟悉的南坑山 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就是三角下的某片竹林之中 有小溪 有石滩 非常适合露营 如果想知道定位的大家去下面评论区找吧 大家啦 像这样的露营点其实南坑山会有很多 你可以像我们这样子选择三角下的一个小溪 你也可以去到山顶伊朗中山小 这里也因此成了珠山脚众多越野 露营和暗号者的一个根据地 不过既然提到越野 我相信这会是大家关注齐骏很重要的一个点 不过我们首先要强调 齐骏它并不是一台硬派SUV 它越野能力的价值体现 更多存在于满足露营 郊游 客服部分 飞铺庄路面的一个目的 四驱车型搭载了日产第二代4x4i智能全模式的四驱系统 拥有包括越野 雪地等五种模式 面对我们今天像这种飞铺庄的路面 我们就可以把它转到越野模式 它就能够很重庸的通过 遇到像这种交叉轴的情况下 它的智能动态中央差速系组 能够在毫秒之间将动力分配给有附着力的车轮上 从而帮助脱困 而日产独有的BLSD电子差速系组技术 更能在对角线车轮倒滑的情况下脱困 相比之下 其他的40市区可能还在思考原生 在郊游途中 市区性能固然重要 但离地间隙才是影响这辆车通过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相信从外观上大家也能看出 全新一代骑骏的离地间隙其实是很足的 视觉上也是要明显比CRV或者WF4要更加高的 最低的离地间隙有212毫米 接近近角22度 离去角25度 应付今天这样的中轻度越野 拖挫有余了 今天就是我跟我的小伙伴一起出行的日子了 虽然只是一次短图行 但是呢 他们都把大包小包全放车上了 相信看了视频的 你知道我们这个周末要去干什么了吧 所以接下来就到我们好好去体验一波了 走 你好日常 导航到南宽山国家森林公园 第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